hello大家好,我是东唐 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一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线上平台 全球疫情蔓延,线下活动几乎停摆 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款顺庸时代的线上平台引起了全球的注目 而斗火索是5月19号,PTDI公司利用5G打造的攻殼特攻队这部电影的线上发布会 前所未有的体验轰炸了整个日本岛国 也吸引了全世界的攻殼粉前来捧场 参加的人数也是破了万,好评如潮 我也是其中一名小观众,话不多说,让我带大家去现场体验一下吧 入场方法非常简单,需要下载一款Ruster的软件 它支持PC和手机的终端 通过官方网站的链接,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活动当中 现场的整个环境融合了攻殼特攻队的风格 未来世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仔细一看,城市的布局完全还原了东京的色谷 著名的大师的路口 每一位入场者都可以控制自己的角色进行移动 值得注意的是,Cluster几款平台还同时支持VR 我们还可以通过佩戴VR眼镜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舞台 台上有四位嘉宾 嘉宾的角色是可以通过上传模型来进行配置的 但是入场的观众只有这个白色的小机器人一款可攻选择 很显然是为了突出嘉宾的重要性 平台的中中心有一个大屏幕 上面会播放宣传动画 入场的观众无论在哪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嘉宾的声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个场景所经验到了 这一款叫Cluster的平台 我个人认为性质与Zoom非常相似 Zoom的爆发不是为了当下的环境来开发出来 而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 Zoom的曲线是呈缓慢上升趋势 疫情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 加速了Zoom的成长 同样Cluster近期的爆发 也是当下环境的必然产物 线下活动转到线上来运营 已经成了一局势 Cluster对我的触动还是非常大的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下载这款APP来体验一下 未来的谷歌地图会不会像现在这种场景一样 整个世界都会被虚拟化 即使大家不用出门 也可以控制自己的角色 到了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进行购物和游如呢 但我们一起期待吧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请点下关注哦 我会继续分享大家感兴趣的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